当国家之间产生边界分歧时 当国家之间产生对岛屿或海域的争执时 当一国认为另一国违反了条约或其他国际法的规则时 以及当联合国或它的机构之一对一个法律问题需要征求意见的时候 他们可以诉诸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 其英文缩写是ICJ位于荷兰 更确切地说它坐落在海牙的和平宫 与联合国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类似 法院是联合国主要机构 它是唯一一个设在纽约以外的这种机构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 也是世界最高等的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成立于1946年 国际法院的两种正式语文是英文和法文 法院的基本文件 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 因此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也自动成为国际法院的当事国 并且可以请求法院提供服务 国际法院是国际联盟于1922年成立的长设国际法院的继承者 在1922年到1940年之间 长设国际法院共受理了60个左右的案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长设国际法院被解散 国际法院在1946年4月18日 继承了长设国际法院 它不仅继承了规约 而且也包括它的法理与传统 与其前身一样 国际法院具有双重任务 第一个是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我们称其为诉讼案件 国际法院的第二个任务 是解答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 以及其他联合国组织或机构提出的法律问题 我们称之为咨询意见 自成立以来 国际法院审理了大量案件 国际法院不是审理刑事犯罪的法院 因此它不审判个人 它只受理国家之间的争端 法院有15名法官 他们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选举产生 任期九年 每三年改选五名法官 法官可以连选连任 法院的法院 都必须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不代表各自的国家 他们是独立的法官 本人郑重宣誓 将秉公结成 必信必忠 行使本人作为法官的职责和权利 法院法官的名额 是按照以下的地域进行分配的 来自非洲的法官三名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官两名 亚洲法官三名 西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官五名 还有两名法官来自东欧 没有任何国家 有权在国际法院中必须占有一席 但在实践中 国际法院中一直有来自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法官 如果在审理某个案件时 法院没有涉案当事国国籍的法官 该当事国可为案件选派一名专案法官 专案法官可以是任何国籍 与国际法院的法官 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法院每三年改选一次院长和副院长 法院开庭审案由法院院长主持 院长负责指导法院的工作 并监督法院的行政事务 院长每年在纽约向联合国大会 就国际法院的活动做一次报告 国际法院的行政管理是独立的 国际法院是唯一的一个 不由联合国秘书处协助的联合国主要机构 书记官长协助法官工作 书记官长由法院选举产生 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 法院秘书处及书记处由书记官长领导 书记处全球招聘其工作人员 书记官长履行司法外交以及行政职能 国际法院的第一个任务是裁判国家之间的法律争端 这些诉讼案件占了法院工作的80% 过去诉讼案件通常涉及边界争端 海洋化界和外交保护 后来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也涉及到国际人道主义法 国际环境法 使用武力以及国际责任等领域 法院拥有一般管辖权 它可以审理国际法的任何问题 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有权在法院提起诉讼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法院提起诉讼程序 在这个意义上 法院的管辖权由此扩展到了全世界 自1946年以来 大量国家已经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出庭 国家拥有主权 可以自由决定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因此国际法院只能受理国家完全自愿 提交到法院审理的案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家以国际条约的方式提交案件 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诉讼程序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 国家提交他们的书面论点 证据以及请求 然后他们的代表以及律师 在法院庭审中进行口头辩论 法院然后休停并开始合议 法院的合议是保密的 所有问题以出席法官的多数意见而决定 平均而言 法院的合议一般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法院以两种官方语文宣布每项判决 并复印成多份正式加盖法院印章的副本 发给每个当事国一份 法院公开宣读判决 判决的结论包括执行部分 在该部分 法院就每个争议点做出决定 法院公开宣词 法院的所有判决都是终审判决 不能上诉 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在依据他们自己的意愿 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同时 他们也承担了执行法院判决的义务 法院的所有判决 对当事方具有拘束力 法院的所有判决 实际上都以付诸之刑 如果一国拒绝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 另一方可以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四条提出建议 或决定应采取的措施以执行判决 但因为法院的判决具有极强的法律 道德和外交上的权威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 国际法院的第二个任务 是答复某些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 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 该程序最终将产生咨询意见 自1946年以来 国际法院做出了若干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咨询意见 这些意见大多数都是由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求的 国际法院在2004年发表了 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这是法院历史上评价最高的咨询意见之一 法院邀请了世界各国参加该案程序 该咨询案件用时不到七个月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与判决不同 咨询意见本身是不具有约束理的 咨询意见完全由提出请求的联合国机关或专门机构 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决定如何执行 在任何情况下 由于国际法院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权威 法院的咨询意见具有很重要的权威性 而且各国和国际组织在他们的司法实践中 都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加以考虑 从而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院延续了国际常设法院自1922年以来的工作 法院做出的各项决定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这些案件所直接涉及的国家和组织 国际法院在许多场合 在各个大州帮助化解了各种危机 使许多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 法院或者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争端 或者通过阐明特定问题上的法律 使许多陷入僵局的谈判重获生机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在寻求与维持和平国际机制中 国际法院是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法院经常接待国家首脑和要员的来访 法院工作是极其高效的 在数天或数周内 法院可以颁布紧急令 在数月之内 法院可以发布咨询意见 而对于大多数高度复杂的诉讼案件 法院的审理时间一般都不超过五年 法院的预算仅为联合国常规预算的不到百分之一 国际法院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司法机构 国际法院通过判决、咨询意见以及命令 以支持联合国来实现维护和强化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的 当然 国际法院本身不能阻止国家诉诸武力 但是 作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承认的机构 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好地为全体会员国服务 担当促进和平的重任 国际法院的国际法院的国际法院 但认为全民党的国际法院的国际法院 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它现在更好地会员 它们是一种因素不值的 对对民党的公司室 提订可能我们法院的联合国 中文字幕影响 Trib de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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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